我們今天來到 樂天桃園的棒球場 來找一位超甜美的啦啦隊女孩 帶我們品嘗在地的美食 哈囉 宇萱 哈囉 宇萱 妳對這邊很熟對不對 那是當然 我在這邊在地啦啦隊 六七年的時間當然熟 那今天要帶我們吃什麼美食 吃什麼美食喔 我跟你說 我最近知道一個很厲害的網站 它叫做城鄉導遊 它裡面有各種必吃必買的商店 我跟你講 我最近就是透過這個啊 然後找到一家 我一吃成主顧喔 就是這家 這麼方便 對 它裡面有很多就是 義大利麵燉飯啊 然後還有烘焙 我跟你講超好吃 現在就帶你去吃 好 等不及了 走吧 蹲暖六分鐘的車程 來到這間烘焙複合續餐廳 空間寬敞亮 桌上的精緻餐點 有透抽 有咖哩飯 咦 怎麼會有一顆麵包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特別推薦 就是這一道 你看喔 有沒有覺得 麵包 麵包 問號 我跟你講 它不是一個麵包而已 它很特別 這是咖哩醬 它有點辣辣的 微辣對不對 它裡面有椰奶 吃起來那個椰香味很重 對不對 真的很好吃耶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料理 真的超特別 真的滿特別 沒看過就是 包這麼多料的麵包 而且是正餐 外表開刺平凡的麵包 切開裡頭 包著大大驚喜 雞肉 蔬菜 紅蘿蔔 濃郁的南洋咖哩風味 夏天吃超開胃 因為離棒球場很近 啦啦隊上工前 以萱總愛來到這裡報到 吃到跟店長都認識 我們開業的時候 就有麵包 那我們想說 這個麵包怎麼樣 跟我們的餐點做結合 所以就一直研發 研發出了這一道的麵包餐 以萱說也會帶其他 啦啦隊女孩 來到這邊吃飯兼聊天 是工作之餘 很好的放鬆場所 這一道麵包特色料理 更是讓它一吃難忘 再一次我會過去觀看 桃園報導